IT之家12月27日消息 据高能物理研究所 近日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制出 具有良好抗浮照性能的硅超快传感器 该传感器基于低增易血崩放大二极管的要求 据介绍 该研究在原有LGAD 硅超快传感器工艺上增加了碳掺杂工艺 降低了浮照 引起硅传感器中膨掺杂的移除速率 提高了抗浮照性能 该项目研发的硅超快传感器 超快读出芯片和大面积超快探测器集成等 均是国际前沿的新技术 以高能所为主体的中国组将承担HGTD 项目超过三分之一的传感器研制 近一半的探测器模块研制 与全部的前端电路板研制 IT之家了解到 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的支持 GTD GTD 感谢观看